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大家出席今天有關於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的簡報會 今天出席的官員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潮史教授 以及公務員事務局長聶德權 首先想兩位局長分別發言 然後我們再回答大家問題的請聶局長 各位傳媒朋友、各位市民大家好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 我們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在9月1日正式展開 今天是這個計劃推行的第四天 我跟大家講講最新的數字 截至今早11點 累計已經做了採養檢測的人數 合共有52萬1千人 截至今早11點 在網上成功預約進行檢測的人數 有約91萬7千人 今天141個社區檢測中心 有54個今日的預約都是額滿的 而在今日至7日 也有27間社區檢測中心的預約是額滿的 這就是目前有關的數字的情況 或者我再講講 今次我們這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的目標 主要有兩個 第一希望透過這個計劃 檢測在社區裡面的感染情況 也希望找到沒有病徵的確診患者 即所謂的隱形病人 切斷這個傳播鏈 第二方面也希望能夠得到病毒檢測服務的市民 能夠有一次免費的檢測服務 所以我們的原則就是軟檢盡 或者我再講講 就是為什麼我們都是呼籲市民 踴躍參與這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主要有四大原因 第一就是為你自己 為家人 為你所愛的人 求個安心 清楚知道病毒檢測的測試是不是陰性 第二就是希望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盡早完全結束目前第三波的疫情 也讓我們可以有條件 逐步地去放寬我們一些防疫措施 社交距離的措施 有些的處所可以開 有些活動可以恢復 第三就是為了防控 在秋冬季很可能出現的爆發 來去做一個預演 一個準備 透過早檢測、早隔離、早醫治 而第四個原因就是為了早日能夠恢復 跨境往來創造條件 這些包括很多市民 無論在商務、工作、探親、旅遊方面的需要 我們之前已經表示過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會先實行七天 是由九月一日至九月七日 然後視乎需求 可以延長這個計劃 是最多七天 過去三天的運作 我們檢視了過去三天 社區檢測中心的運作的經驗數據 以及去看市民對於檢測服務的需求 我們審視了這個情況之後 我們決定延長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是四天 即是會由一直到九月十一日 即是下個星期五 同時間我們也檢視了一百四十一間 社區檢測中心的過去三天使用的情況 我們發現有些中心的使用量是爆燈的 但也有些中心可能因為地點的問題 使用量也不是那麼高 因此在一百四十一個社區檢測中心當中 會有十九個在九月七日之後就完成 就不會再使用的 換言之在我們延長的四天 九月八日至十一日的四天 在十八區仍然有一百二十二間社區檢測中心 提供採集樣本的服務 稍後我們也會在新聞稿裏面 列出這十九間的社區檢測中心的名稱 和地點 而市民也可以在明天早上 可以在網上預約登記 延長的四天 社區檢測中心的預約 簡選你希望做檢測的時段 我們會繼續密切監測著社區檢測中心 未來幾天的運作情況 我們都會視乎地區的需求 如果在我們這十一日 去到九月十一日的時候 仍然有這個需要 我們仍然可以再延長這個日期 總之整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的運作 是不超過十四天 所以我在此再次呼籲市民 為己為人 積極參與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讓我們盡早可以找到社區內的隱形患者 接著我請陳教授和大家討論的情況 各位傳媒朋友、各位市民 其實如果大家看看 我們今天已經是第四天 剛才聶局長也給了一些最新的資料 除了說現在超過有五十萬人 在檢測中心接受了採養 我也想說一說 採養了之後 當然會去實驗室做測試 截至上午十時 普及檢測計劃 已經累計完成了 二十萬八千零十九個樣本的核酸檢測 昨天衛生署署長也公佈了 現時有六個樣本 由衛生署、公共衛生化驗所、服務署 經過他們福檢後 有正式確診、確認為陽性 而這六個確診的個案 他們的追蹤、隔離等等的工作 已經展開了 我們也會繼續將呈現初步陽性的樣本 交給衛生署、公共衛生化驗服務署 去福檢和確認他們的結果 而確診的個案是會由衛生防護中心跟進和公佈 所以每天在四點半的時候 衛生防護中心都會公佈 如果有這些個案的話 協助香港進行檢測化驗工作的內地支援隊 亦在八月初已經陸續到港 目前有420名支援隊的成員在香港 而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亦會按照香港的需要協調籌組 如果按照需要有更多支援隊來香港 至於在香港 我們在這些採養中心的醫療人員 參與的情況 跟過去幾天大致上都差不多 我們今天有大概2000名醫療人員 在141個社區檢測中心進行他們的採養工作 我過去幾天都去過不同的採養中心 亦都跟他們了解過 過程亦都是十分順利的 而市民亦都覺得快捷、方便 以及我們的醫護人員都非常專業 最後都是想作一些呼籲 我在這裡再次呼籲市民 踴躍參與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現在其實大家都知道 昨天署長公佈了 我們都已經開始識別到一些社區的患者 這些患者亦都是沒有病徵的 亦都是沒有病徵的 所以如果是要能夠令到我們香港的社會 達致更早識別、更早隔離和更早治療的話 我們必須要請市民盡快登記、接受這個檢測 令到我們可以在短的時間內 找到這些隱性患者和截斷傳播鏈 令到他們不會再感染其他人 大家看到我們過往在第三波的時候 其實都是有一些群組、傳播一直都在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在短時間盡快找出 這個情況是重要的 而最重要的就是令到我們可以從一個公共衛生的角度 可以掌握在社會上整體感染的情況 有多少陽性、有多少陰性、比例是怎樣的 這個也是會在如果我們順利做完整個檢測計劃之後 我們可以幫助我們盡快去控制這個疫情 當然控制了疫情之後 我們後續的工作一定是有的 但是這個對整個社會來說 都是可以盡快恢復一些正常的社交生活、經濟的活動 以及在一個新的常態下 我們可以任何的事情可以盡快回復 逐步回復正常 這個希望各位市民如果未去檢測的話 都是掌握這個機會盡快登記 去做這個普及社區檢測 多謝大家 多謝理會局長 現在是答問的時間 麻煩記者朋友去用麥克風發問 還有發問前話 告訴你所代表的機構 每次發問沒有超過三個問題 這邊第四行 最右手邊的那位女士 兩位你們好 新城電台 首先想請問 首批大約13萬個樣本裡面 有兩個新個案 大約是6萬個就有一個新個案 是否跟政府原先估計每五千人有一個 好像都有幾元的差距 其實怎樣評估 為何會有這樣的落差 會不會令到計劃沒有預期中有成效呢 另外第二條問題 想請問一下 陳局長之前都說 這個計劃大約可以容納到五百萬人參加 變相一個星期其實是最少做到二百萬個 但是為何現在好像都未夠一百萬人登記 就好像這麼滿要延期 其實是否那個實際容量達不到預期 或是會不會好像有些質疑 是刻意不放那麼多名額出來 營造一個計劃好像很滿 很受歡迎的感覺 麻煩你 我首先說說你的問題 是關於我們確診的個案的數字 大家知道我們剛剛開展了三天 今天是第四天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我們收到的剛才我們聶局長也說過 大概是超過五十萬已經做了這個採樣了 大家可以理解到 雖然我們亦都有內地來的支援隊 一直盡快去做這個檢測 那個檢測量都是很大的 亦都是需要一些時間去理順 現在我也看到整體的運作都是順暢的了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那個數字其實都在一路做檢測的時候 其實都會是變的 無論那個採樣的數字 如果我們說看份子和份母去看一看 究竟我們的確診率是多少呢 這個數字不斷是變的 所以今次我們昨天宣佈了有六個確診的個案 其中有四個其實都已經曾經確診過的 有兩名都是沒有病徵 亦都沒有找到源頭 現在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亦都是努力在做這方面的工作 至於接下來我們再一路化驗 會不會再有這些數字 而份子和份母一直這樣轉呢 我現在在這一刻 我就不會下一個結論 當然我們會努力做好我們追蹤 以及我們去做隔離或者檢疫的工作 如果他有密事接觸者的話 但最重要的是 當我們找到就算是一個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亦都不會說 我們如果是找得少 其實找得少這個情況 是一個好的現象 因為如果找得少 如果我們不去找 我們就不知道是多還是少 但如果真的是少的時候 這個是給我們在接下來 我們其他的防控措施 可能無論是放寬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措施 都給我們一個更好的掌握 更好的分析 但如果問題是 例如是會有更加多的一些 隱性患者的話 更加是需要盡快去切斷這個傳播鏈 是停止了一些在社區感染的情況 所以這裡我們是會密切監察的 我再補充一下那兩個方面 第一是成效 第二是人數 有關那個計劃的成效方面 我們最重要的都是在這個計劃裡面 透過普及的檢測 能夠盡量把社區裡面的隱形患者找出來 我們找到一個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知道任何的爆發其實都不需要很多 你可能有一個的患者 他接觸去那個地方見到的人 都是可以引起一個爆發 第二就是我們透過這個檢測計劃 和其他的防疫措施 盡早去結束我們目前的疫情 因為當我們仍然都在疫情當中的時候 我們社會上是承受著很大的成本 無論是個人 無論是工作、企業、整個社會 所以這一方面我們都是要考慮在內 第二有關人數方面 我們從來都沒有設定500萬 是我們這個計劃的目標 而事實上我們這個計劃並沒有設定一個目標 因為我們的原則都是一個願檢、盡檢 市民去希望去接受檢測 我們就提供這個服務 所以我們都盡量在我們那個實際許可資源的情況之下 能夠設立最多的檢測中心 安排最多的人員來去採養 也都在最短時間之內 為最多的市民去提供到這個檢測的服務 所以我們每一天看著這個情況 因為市民實際上的需求是怎樣 我們沒有預先的水晶球可以看到 而是市民的需求情況也會轉變 正如今次這樣 在開設之前的時候 因為坊間也有很多錯誤的說法訊息 令到市民都是很擔心的 但經過了第一天之後 市民發現實際的情況 採養的方法是怎樣 運作是順暢是方便是安全是快捷的時候 他們的反應也都是安心了很多 那麼需求出來的也都會多了 所以我們唯有就是 密切去審視那個需求的情況 也都是盡可能就是為到 希望接受檢測的市民 提供到一個方便快捷安全的檢測服務 好 下一條問題 那邊第三項 George Fusick 長袖三位女士 你好 有一件事的 都想問一下 雖然局長你說 找到一個都是很重要的 但想問一下 到目前為止 計劃總開支是多少呢 有多少是中央去支援 政府自己又給了多少呢 如果13萬才找到六宗 gardens 還還有兩宗型序 兩宗型序 以外的這個人力勒力來說 是否值得入利 현 我也想問美國表達了不會參加國際聯盟發起的疫苗計劃 還要求它投資的項目是要優先供應給美國的 擔不擔心之後疫苗面世初期會有壟斷的情況 如何去確保香港有足夠的疫苗 以及現在政府的採購進度是怎樣的 即是跟了多少藥商去磋商 麻煩你 我回答第一部分 有關那個計劃的開支方面 就是我們在安排檢測的計劃所謂設立的中心 我們的人員包括醫護人員或者行政支援的人員 另外就是我們在運作當中所需要的一些物流、物資等等方面 這些開支都是特區政府會去負責的 具體的開支在這一刻事實上都不可以告訴你 因為那個計劃都在進行中 我們相信計劃完成之後 我們都會比較清楚一些準確的數字 第二個問題就是從目前那個檢測的陽性的數字來看 問值不值得呢 我見到我們的專家呢 就沉迴或者之前都有提過 現在我們都不要去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第一我剛才說成效的時候都有解釋過 我們當去看那個成效的時候 都要看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考慮 同時間目前最重要的都是社區檢測計劃 提供了這個檢測服務在這裡 能夠有更多的市民去參與這個檢測的服務 對於我們去了解社區的感染情況 對於我們去盡早結束目前第三波的疫情 對於我們去做好準備應對未來的可能的 就是秋冬季的爆發 以及為我們逐步可以恢復我們的生活和經濟活動 這方面都是重要的 好 其實病毒檢測一直都是 特區政府在我們防疫抗疫工作 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來的 在公共衛生來說 亦都是非常重要和有意義 大家都記得我們曾經都說過 我們都之前是三管齊下 所以除了這個由中央政府大力支持 令到我們可以軟檢盡檢的 一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之外 其實一直在我們病學的檢測 和我們特定的群組的檢測 在這裡我們都會繼續進行的 在這個大前提之下 其實尤其是一個這麼大型的普及社區檢測 其實我們要愛的資料 我剛才所說的 我們要掌握整體社會的感染情況 不只是我們要知道是多少個 當然是重要的 多少個是陽性的個案 我們可以加以截斷傳播鏈 去檢疫 去做隔離 但是陰性的個案 其實的數目對我們來說 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當我們知道社會裏面 整體感染的情況 這個是對我們下一步的工作 是至為重要的 另外就是疫苗採購的問題 香港我們在我們的疫苗採購是相關齊下的 一就是我們在由世界衛生組織 和其他一些團體 是做那個COVAX的一個 Facility 那裡我們已經是衛生署 是通過我們的他們的科學委員會 疫苗科學委員會 都有商討了之後 是一些科學的數據 科學的實證 我們已經是參與了 在八月尾 其實已經是認定參與了 我們亦有足夠的資源 在那方面採購 但另一方面 就是跟個別的供應商 去採購和了解 這個亦通過衛生署 他們的科學委員會 首先去審視他們的數據 因為現在其實是臨床的測試 他們一直都在做 所以尤其是在第三期的臨床測試 其實只是有部分的藥廠 是去到那個階段 而那個階段 我們亦是密羅緊固 和他們在拿更多的數據 因為我們都要理解到 不同的疫苗 他們的潛質是怎樣 他們有沒有一些副作用 那個整體的情況 這個一定要去拿更多他們的數據 這個亦是一直在進行 所以我們亦都要儘快去通過 這個科學委員會 他們和衛生署給我們的建議 然後我們就會立即進行採購 這裏的工作已經是全速進行的 好 或者打一條英文問題 先 Any English questions? 這邊第二行 左邊這位同事 中某一位同事 Ia,Gang OnePose A few questions for both ministers Can you talk about why there's such a slow processing of specimen as you mentioned that the lab could handle 300,000 samples per day earlier What are the problems and how the government is going to resolve and enhance Do you agree that some said the cost of funding a positive case is as high as 5 million and do you think it's worthwhile? 第三, concerning the Mingland team, you mentioned 420 of them are in town why is it such a big group and what are their roles and why can't local staff cope with that? how many Mingland staff will eventually come? and my last question is can people with working needs register again while you extend the testing program? thank you are you asking? like those who have done the test already, can they register again when you extend program? thank you okay, so first of all is the laboratory test of the samples as you may know we are having a big number of samples taken in the total of 141 swabbing centers every day and so these samples will be sent to the laboratory for testing so of course you know for the first day or so there are different procedures that need to be smoothened out initially all the procedures are planned but there are bound to be some teething problems and so now all these issues are already resolved and it is actually running very smoothly so it's only the reporting time and also the number of testing right now is ongoing and as for the Mingland team I think one of the reasons of having an even more efficient testing laboratory testing is with the help of the Mingland team yesterday I think about 200 has arrived since I think early August there are about 220 people so altogether there are 420 and they are working day and night in the testing as far as Hong Kong is concerned we would not be able to have this big capacity and this big number and the big and the number of machines and everything as you may know in the past eight months we have been ramping up our testing capacity in terms of getting more trying to get more people people are working more hours in the day and having more machines but still with such a big program such a vast program including you know all the citizens of Hong Kong without the help of Mainland would not be able to do it and so therefore we have been able to get help from the Mainland in terms of the testing the laboratory testing so the Mainland participants they are mainly laboratory experience laboratory technicians that come from the Mainland to help in the laboratory testing as far as all the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who are taking samples in the centers they are from Hong Kong lastly is whether it is worthwhile I think just now both myself and Patrick have already said many times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have not only our usual medical laboratory testing you know for the confirmed cases and not only the target group testing but this community, universal community testing that involved that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everyone in Hong Kong if they want to test then the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et a free test now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have this whole picture of whether there are more silent carriers in the community and to cut the transmission chain so that the spread would be stoppe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the entire epidemic in terms of our measures, coming up measures and also important for us to prepare for the next wave in the winter so therefore I think it is very worthwhile even if we can find one positive case now that we have already found six and I think there may be more that we actually not only would we able to stop that transmission chain and isolate and also quarantine the people that we have identified and I have said many times for us to actually understand better the situation even if it is a negative number that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number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purpose of the universal community testing program is to provide a one-off free COVID-19 test to those citizens who wish to be tested so our design is to provide a one-off free COVID-19 test we do not encourage and actually there is no need for one who have been tested to do it again but our system would not preclude people from registering again for two reasons A, for those who make a booking but subsequently want to reschedule it then you would allow them to cancel the booking and then to book it again and secondly there may be you know a public who after having tested had this high risk exposure to places or to people and he or she may feel you know uncomfortable and want to be tested again we will not preclude this but generally there is no need to do it again after having done it once so that is basically the purpose and the arrangement We will follow the following maybe that choose some help if we go to luck and which is again 最新的數字是檢測多了七萬個 有沒有說這裡找到多少個新的陽性 除了昨天那六個 還有想問清楚 昨天也沒有說得很清楚 其實華星那邊報了多少個陽性給衛生署 衛生署覆檢後 有多少其實是陰性的呢 可不可以說清楚這條數 第三就想問一下 其實一般而言 現在政府需不需要 推行一個計劃之前 去估算成本大約是多少呢 這次這個計劃 可能一般來說 其實都是不需要去估計的 還是這個計劃很特別 為何會這麼特別 是估不到成本來是多少呢 如果其實現在都未知 去用多少錢的話 其實是怎樣說服 大眾有成本效益去延長這個計劃呢 麻煩你 我帶了一回有關 那間那個安排那個社區檢測中心 就是延長那個檢測的日期 為什麼會是那一百二十二間的中心 首先第一就是我們是參考了過去那三天的運作經驗 以及就是地區的情況 我們看到就是有些中心就很快就連續七天都是爆滿的 後來我們也都在昨日開始 也都加大了那些社區檢測中心那個預約的名額 有些中心都仍然是爆滿的 所以很明顯看到這些中心的需求就是很大的 另外有些中心它的使用率其實都是很高的 雖然未至到爆滿的情況 而我們昨天看回那個運作 應該是第二、第三天 除了是預約去到社區檢測中心 接受這個採養的市民 那個出席率是很高的 就是說預約了呢 是超過九成 有些去到95% 其實他們都會是按時段去到那個中心接受採養的 另外也都是有多了市民 是沒有預約的情況之下 就去到這個中心去採養的 所以你看到就是有這兩類的情況 所以我們在考慮是否不再去延長那個日期的時候 都是要考慮這方面的情況 所以我們基本上都是看回有哪些中心 過去的幾天 以及看回他們預約的情況 如果是那個量是比較低的話 也都看回地區的了解的情況 也都知道可能地點都是比較偏僻的 或者是周邊可能是會去做檢測的 都一段時間內都應該會做完 那些我們就不再繼續 其餘的我們都是盡量能夠有一個中心在這裡 來去照顧一些透過預約來去拿這個服務 也都有一些可能是他們沒有預約去到這裡 特別是那些長者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預留到這個空間 才能夠達到我們這個所謂願檢 進檢的這個原則 在長者方面我們都是鼓勵 他的家人或者是左輪右利 盡量都幫他去網上預約 因為這樣是比較快捷方便 也都不用到時在中心裡 要不知排多久 對長者來說都是比較辛苦 同時間我們的郵局 以及公共屋邨的屋邨辦事處 都有提供這些協助的服務 所以長者或者有需要的人士 都可以利用這一方面的協助 另一方面剛才所說的開支 就是因為這是一個抗疫的措施 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 我們希望需要在短時間內 起動一個這麼大規模的行動 去做各方面的安排 所謂具體的開支是怎樣的 事實上在這一刻 真的很難這樣列舉出來 但是從效益方面 這個是很清楚的 這個不只是說我開支用了多少錢 而是看我們在抗疫的期間 如何能夠盡早 透過多管齊下各方面的防疫措施 來去盡早結束這一刻的疫情 以至到將在疫情期間 對社會、對個人、對企業 各方面的影響都是能夠可以舒緩 我想這一個都是所有市民的期望和希望 其實看這一方面付出的代價 是一點都不少的 好 多謝你的問題 第一就是現在其實在我們樣本的整體運送的流程 以至到去到實驗室那裡 他們做完一些樣本 而有一些如果是初步陽性的 是要去被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的公共衛生化驗署 那裡是去覆核 那這個整體的流程已經是建立了 以及已經是理順了 所以其實一直在實驗室 他們一直做大量的一個化驗 而如果他們一有找到這些 有初步陽性的個案 其實他們也會通知衛生署 令到他們在一個時間 會送這些樣本去到衛生署 他們去那裡作一個複檢 那如果他們複檢之後 之後確認了也都會由衛生署 在衛生防護中心在4時半那裡 是會公佈的 那這個我們整體的機制已經是設立了的了 所以每一次都會這樣處理 那我也都是特別想再講一講 就是大家都對於那個整體化驗 就是那個速度 大家都是有一些的問題 其實在整體的流程 我剛才已經說了 已經是理順了 在第一、二天 其實流程那裡 尤其是化驗也是需時的 確診、確認也是需要需時的 所以有些時差也是無可避免的 現在我們理順了的流程 其實一切的速度也加快了 也是多了內地的支援隊來幫忙 所以現在的運作是暢順的 最後也想再講一講 因為我聽到大家是很擔心 或者是很有興趣的 是覺得那個成本效益 剛才聶局長也說了 如果我想重新公共衛生的角度 其實這個普及社區檢測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有意義的 這個也不是我們特區政府說的 大家聽到我們的專家其實都是支持這個計劃 而成本效益就不是單是看 我們做了多少個個案 找到多少個陽性出來 我們花了多少錢 現在究竟是用多少錢去找一個個案 這個值不值得呢 其實就不單是這樣看的 我們要看成套 第一就是公共衛生的意義 第二就是社會的成本 我們如果做了這件事 我們是能夠去減低社會現在在疫情底下的成本 更加快去控制我們的疫情 這些每一步其實都是成本來的 所以這個整體的成本效益 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但是從一個公共衛生的角度 是必定是有意義的 最後一題 我們在昨天的數字 我現在只是有昨天的數字 就是六個初步陽性的個案 也覆檢到有六個確診的個案出來 好 最後一題 這邊最後那一行 綠色衣服的記者 是 局長你好 我商臺 想問一下 為什麼這次只是延長計劃四天 而不是七天呢 因為政府剛剛推出這個計劃的時候 都只是說可以延長多七天 是不是當局都覺得反應不及預期呢 其實預計多開四天會有多少人參與呢 大不大機會會延長多三天呢 另外就是 局長剛才也提到 檢測的流程是理順了 其實預期是多久之後才做到 每天三十萬的檢測量呢 另外最後就是想問一下 延長的補合社區檢測計劃的實際運作的情況 會不會容許市民登入 可否重複驗 還有大家都很關心檢測中心的廢物 會不會現在當醫療廢物這樣妥善處理呢 麻煩你 好 我說說運作方面的問題 第一就是 今次的社區檢測計劃 我們說了就是 開頭是會七天 按需要我們最多 再增加多七天 總數是不超過14天的 你看到我們一直以來 都是每一天看回運作的情況 市民的反應 市民的需求等等 來去調節我們的運作 所以我們的觀察就是 在141間的社區檢測中心當中 有一些中心的爆滿情況是很清楚 亦都很強的 另外有些中心仍然是有一個需求在這裏 所以變成是看到是有需要 延長多個 即是超過原本我們所設定的七天 但是為什麼我們不立刻全部延長了七天呢 這個都是純粹就是我們欺案 用一個比較是一路看著的情況 去靈活去處理 這樣的時候才能夠做到 我們既可以達到軟檢盡盡 但是另一方面 我亦都是能夠投放 有成本效益的資源 來去回應這些需要 因為我相信 都不想見到的情況就是 中心有很大的需求 但是又提供不到服務 但是同樣地都不想見到的情況 就是那個中心的供應在這裏 但是亦都沒有足夠的需求 所以這個最好的方法就是 一直看回運作的經驗 看回地區的反應 看回市民的需要 亦都是我們繼續去加大力度 去做一個推廣 讓市民知道這個檢測服務是怎樣採樣 以及它的重要性在哪裏 所以是一個這樣的考慮 另一方面 在運作上很清楚 我們是希望透過網上預約 來去做的 因為過去幾天都看到 網上預約是最清楚知道的 那個需求 還有市民亦都是好 跟著他們預約的時間 到檢測中心那裏去採樣 超過90% 有些是95% 所以都是用網上預約是最好的 不過如果是沒有預約 所謂預約進去的 每個中心都是因應回它的情況 來去處理的 如果能力所及可以的 當然我們不想拒絕來到中心的 沒有預約的市民 特別是一些長者 所以這個都是透過中心的同事 他們去按照實際的情況來處理 好像昨天的情況 那個預約的名額是增加了的 所以按預約的時間 去到採樣的市民是多 同時間亦都多了一些沒有預約的 登入的 所以變成有些中心 就要拒絕了那些沒有登入的市民 有些中心可能處理了幾個預約的市民之後 才能夠處理一個沒有預約的 變成等候的時間會長在 所以到最後我們都是呼籲 希望都是儘量先透過網上預約 是最為穩妥的 另一方面就是那個 就是剛才答過的問題也是 我們在一個系統裏面 就是檢測完之後 在第二個日子 你可以再去做一個預約的 原因是什麼呢 是因為 有些朋友可能是預約了一個時間 但是因為他不行 他想改 所以他取消了他的日期 再預約另一個時段 另外一些也可能是檢測完之後 他去過一些高危的地方 高風險的地方 或者住過一些高風險的群組 他自己不安心 他再去做 我覺得這個也是理解的 所以在一個系統設計上面 一個方便快捷的做法 我們都是容許這件事 但是那個計劃目的是很清晰的 希望能夠在這個計劃的推行期間 為希望接受檢測的市民 提供一次免費的病毒檢測服務 所以就變成了 當然市民是沒有需要 如果你已經做了一次檢測 就沒有需要再去預約 再去做一次 那這個就是那個情況 最後一點 就是有關檢測中心裡面的廢物的處理 就是醫療廢物有一個很清晰的法律定義 所以在檢測中心的廢物是屬於家居廢物 不過我們都在那個處理上面 我們都是改善和加強了的 就是在檢測中心裡面的 所有這些廢物都會集中在一起 跟著我們都透過承辦商 去收集這些廢物 然後送到一個處理的地方 變成也是避免了在檢測中心以外的地方 可能會暴露這些廢物 我們會加強這些方面的工作 以及監測著落實的情況 實驗室那裡其實在現在我們每一天 在一些採養中心那裡 都會送一些樣本去實驗室那裡做化驗的 剛才已經說了 那個流程其實已經整體都是理順了 無論是由採養中心送到去化驗室 化驗室做了化驗之後那個數字 以至到如果有初步陽性的個案 他們和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他們的公共衛生化驗所去請他們去複檢 那個整體的流程已經理順了 加上昨天也多了有200名內地的支援隊 總共有420名 現在已經是全速幫忙在化驗室那裡去做工作 我相信這裡我們有信心 是會很順暢和會更加快速 當我們一有最新的數字 我們都會向大家公佈 多謝 我們的感冒會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